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吸水的夏日清凉游路线 长远 晨峭 周宁高速口自驾四十多分钟就能到长远 一座古老宁静又充满故事感的村子 村子里的明清古民居 黄土炮楼和千年古道 都似是在述说它经历过的那些沧桑岁月 顺着潺潺溪流 往窗后的绿林走去 你便会遇见藏在幽谷中的葡萄纪瀑布 一条可以用手触摸的银河 漫步在绿树成荫的山间小道 近距离感受三叠瀑布的震撼与清凉 聆听它与山林的交响乐章 长远驱车十分钟就能到城峭 一个火山口上的千年古村 这里以独特的丹霞地貌和丰富的自然景观而闻名 城峭景区岩壁陡峭 景色秀丽 沿途你可以参观古老的村落 或是在民宿里住上一晚 了解当地的民俗风情和历史文化 感受那份淳朴与宁静 在这儿无论是晨曦出照山峰 还是云海涌动如潮 都能拍出令人惊艳的照片 那远山呼唤你 这个夏天来长远 晨峭 听夏日禅明 感受大自然的清凉与惬意